很多父母他们都会对小孩子说 我的小孩子有内巴有外巴 或是X型腿O型腿 这些东西到底这么正常 什么时候要穿矫正鞋需不需要穿 尤其市面上现在对于矫正鞋需不需要穿 光是这个问题 医师的理论就不太一样 有的医师就不建议 有的就拼命的卖你鞋子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困惑 那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小朋友在出生 从妈妈的肚子里出生 刚出生的时候 他原则上会是比较是偏O型腿的 因为他是等于是脚整个盘的 在妈妈的肚 就是整个蜷缩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随着妈妈的大概在一岁左右 他们开始在学走路 你就会发现小朋友O型腿的很严重 这个其实都是正常 是生理性正常的变化 大约到了两岁到三岁左右这个时段 就是小朋友他们都走得很好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脚会从O型腿 变成有点点X型腿 比如说我们从肉眼外观看的话 小朋友的腿好像是X型腿 那通常X型腿会合并一点点的内巴 就是因为他为了要平衡嘛 当他的膝盖是X型腿的时候 他的脚两只脚会有点内巴 这样他走路才会不要平衡 但是你会发现 小朋友这个时候常常容易走一走 或跑一跑一跌倒 这个时期如果会这样是正常的 我们称为kissing knee 大约在三岁之前 大概会有一个从O型腿变成X型腿 约略到了三岁以后 他们应该会慢慢的倒向 比较像是正常的腿的直 有没有弯曲的直度 应该是正常的 那大约在上小学6到7岁左右 小朋友的步态 他的膝盖 有没有O型腿X型腿 还有包括他的脚 有没有内巴外巴 走路这么正常 他的这个步态的形状 应该就会跟承人差不多了 可是这个时候小朋友 如果还是始终内巴外巴的很严重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需要一个提早介入 去看说 你要不要等到六七岁 再来穿矫正鞋 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可以急早矫正 效果会更快也更好 一般来讲 我们在处理小朋友内巴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会先检查 他的髋关节 有没有所谓的内旋 髋关节内旋整个往内转的话 你的下肢 你的脚的部分就跟着一起向内巴了 所以如果是这种 这种造成 髋关节内旋造成的内巴的话 通常穿矫正鞋是没有效用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些自我附件 然后包括最基本的 父母平常在家里要观察 让小孩子尽量多用盘坐的姿态 就坐在地上的时候是用盘坐的 我们甚至会教他们一些 基本的附件去拉筋 然后用盘坐的方式去松 慢慢矫正你的这个髋关节内旋的问题 慢慢可以往外转 那其实小朋友的骨头 筋还非常软 骨头一些骨关节构在还没有相当固定 很多你每天都有固定一天做个三到四次的这种附件动作 长期坐下来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些部分的改善 扁平足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缺点 第一个它最常是有家族遗传 所以父母或是父母其中一方有扁平足的话 通常小朋友有比较大的几率有扁平足 这跟过敏一样 过敏史一样 再来是这个扁平足 其实即便等到它长大了 先撇除什么有没有兵役问题 它其实都还是可以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人一样 就是该有的运动该有的活动都是OK的 只是说因为他们的脚 也是用一个比较没有效率的方式来走路 所以他们容易跟你 就是小朋友容易跟爸妈说 他脚踝痛啊 酸啊 膝盖不舒服啊 不想走路啊 想要坐着休息 那其实他们不是故意的 他们也不是故意想要骗爸妈 他们是真的脚不舒服 需要休息 所以适当的穿矫正鞋 其实可以改善这种症状 我们先姑且不论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外形 矫正到跟正常的脚一样 至少在功能上面 它可以减缓小朋友的脚 因为扁平足而走不久 或脚踝容易酸痛的问题 因为一旦你把你的脚弓垫起来了之后 你这个失利 这个力学的这个传递 才会标准才会正常 所以就是通常会建议 当你每半年到一年换一双鞋的时候 鞋垫也要跟着换 那当你有足弓正常的这个 用鞋垫去帮你的足弓给顶好的时候 你的脚足弓出来 你走路比较有效率 脚比较不容易会疼痛 就好像小树 小树就要长大 你如果给它一个很直的支撑的话 它长大会有比较能够挺得比较直 之后你把这个支撑拿掉 它就是一棵直立的大树 但是你如果在它小的时候 还是弯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矫正 它可能长大之后 那个树干的地方 是比较容易会外曲扭巴的一样 小朋友矫正鞋 不需要穿到一辈子 他们大概是长大成人定型 大概青春期左右之后 就是可以不用再穿的 有的甚至穿到10岁11岁 还没有到青春期发育 那个脚的足弓 就已经慢慢也跟着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也可以就不用再穿 所以其实适当的用一些 矫正鞋的方式来 调整小朋友的脚的这个步态 还有解决他的疼痛症状 其实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先去看看 这个人是不可思议的 小朋友的质疼痛症状